大家好 今天主要講解鎖馬經的心得 不知道大家在刨馬的時候 會不會參考馬經的提示 其實很多資深的馬迷 他們經常都掛在口邊 就說我已經不看馬經 靠自己鎖馬就更好 那些平馬人寫一些提示 寫四大業門都很廢 不用理他自己買更好 這方面我一半半有時會同意 但有時我都不同意 我認為馬經是應該要看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馬經你未必一定要參考馬平人的提示 也未必要跟他們的意見 跟他們的提供去買 而是說我認為 除了要知道自己的心水之外 也要知道平馬人選擇什麼 和他們的想法是怎樣的 也要作為參考 譬如說一匹馬有多少人提示 那些你已經知道了 那就是一個傳媒指數 可能你會說 沒有的 因為賭馬選馬 你跟自己的心水刨了 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那別人提示什麼 你為什麼要理他呢? 那這個說話就不是這樣說 香港的跑馬 賭馬是行鋪制的 行彩詞制的 也就是說 你是跟著五湖四海 天下間所有的馬迷 專業也好 不專業的人 不論是平馬也好 普通馬迷也好 職業賭徒也好 所以其他人的意見 你不必要認同他們 但是你要知道他們想些什麼 你要知道某一種意見的存在 簡單來說 譬如說很多人的意見 都全部側向一邊 你偏向另一邊 你就有賠率 若然有一場馬 大家對的意見眾說紛紜 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重心的時候 當你找到一個特別的項目 可以去賭 你就有好處 就是這樣而已 譬如說傳媒 很多時候都會發覺 是趨熱的馬迷 即是所謂的傳媒指數 傳媒威力 是存在的 這種情況 在越洋賽馬 尤其是比本地馬更嚴重 我舉個例子 因為越洋馬 採持比較小 傳媒的影響力 就比本地更大 除非說現在是說匯合採持 當混合其他國家採持的情況 就沒那麼嚴重 例如說 我也不怕開名 香港底 有一群馬迷 很喜歡跟東方日報的 蔡進階的提示 去賭海外馬 所以他貼出來的馬 會特別特別熱一點 據我說 賭海外馬 有兩個人一定要避 一個人是莫雅 莫雅的馬 逢出必熱 人們一無心水 一不知買什麼 就買莫雅了 令莫雅的馬 通常都不直撥 是很熱的 另一個人要避 就是蔡進階的提示 我並非說蔡進階先生的提示 就是不准 而是他的馬 是提示了的話 經常會偏熱的 我舉個例子 給大家知道 傳媒的威力 是存在的 在跑馬裡面 譬如說 我們要知道傳媒指數 知道傳媒威力的用處是什麼 譬如說 當一隻馬 你不太喜歡的時候 但不知為什麼 它成為熱門 究竟這隻馬是無名種毒 還是有色知是樂非 你就開始要找些原因 看看有沒有東西 是自己看流的 譬如說 一隻馬 是賽職普普通通的 它又熱門 但是你看馬經 發現原來 有些平馬人是貼了的 有些還是大阪貼士 那你就很明白 原來傳媒是熬熱了一匹馬 所以你看到這隻馬 普普通通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 看了馬經 而跟著馬 所以熱了 當你明白了之後 你就會比較放心 相反 如果有些馬 紙上條件 一般 即是賽職、操練 是平平的 傳媒指數又低 即是沒有什麼人貼 但是 飛數會持續硬 可能要小心 因為有些東西 你可能看來看去 你未必自己看得到 但是別人看得到 有些人有色知識看到 這些情況 這些熱門 我們反而要防他 即使你不喜歡那隻馬 你不會投注Winplay 但是你可能拖腳 你也要尊重他拖一票 舉一些例子 例如說 10月16日的賽事 那場四班千八米 有兩隻馬很深刻 一隻是夢幻戰士 一隻是自形君子 這兩隻馬本身都是側身 當打馬 還有兩隻馬近跡都很好 一隻剛剛贏完 一隻是剛剛跑第二 傳媒指數是正常的 這兩隻馬 都是有人貼的 按照這兩隻 這樣的情況 兩隻馬都應該是全熱門才對 或者一隻兩倍 一隻三倍等等 但是奇怪了 這兩隻馬的飛數 由隔夜開飛 至到開跑 全程 都是四、五倍之間 是非常偏懶的 而夢幻戰士更離譜 最後開跑回到六倍 如果看慣飛 你也會覺得 你不敢說他一定輸 但一定是有點奇怪 結果兩隻馬回來都是大敗的 自形君子 輸十幾個馬位好像有事 同日的尾場 就是一個相反的例子 明明你並非太突出的馬 不值兩倍的馬 但他賣到兩倍 甚至不足兩倍 就是十月十六號同日 尾場的轉數高 轉數高也是實力馬 也是有契機的 但畢竟是升班 當你支持第四班 怎樣贏幾個馬位都好 你上到三班 換一批對手 信心也沒理由這麼強 而且通常在尾場 大家都是找一下冷門 找一下賠率 沒理由買到一隻馬 十幾二十幾 除非是馬王 但一隻跑馬地尾場 可以買到十幾元 但普普通通中班的馬 其實又不是說 那個因素是特別突出 因為他也是剛剛升班的 有什麼人會買到十幾元 一定不是公眾 一定是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結果轉數高 安居平五路 很輕鬆地贏了 事前可能很多人都會猜他贏 但未必會猜到他贏得這麼輕鬆 以及以這麼熱門的賠率取成 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 我們要看賠率的時候 有些馬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熱 你要找一些其他因素 而看馬經 看一些馬平行的選擇 其實是一個參考 你未必要跟他們的買法 但未必要跟他們的貼士 但至少你要知道他們的選擇是什麼 知道有沒有很多人貼一匹馬 所謂傳媒指數的作用 就在這裏 再見